儿子今天开学了 给他准备的早餐是水煎包 搭配营养豆浆 面团我是提前一天晚上揉的 170克温水里 加3克酵母 倒到300克的面粉里面 揉成光滑的面团以后 盖上保鲜膜 放到冷藏去低温发酵一晚上 大家是早上7点 先看一下面有没有发成功 你看成功了 先把豆浆炸下去 今天吃花生红枣黄豆豆浆 打两个鸡蛋切点韭菜 红薯粉丝 昨天晚上也是一起泡下去的 冷水泡了一晚上 今天早上用开水烫一下 鸡蛋摊好了以后 捣碎被用粉丝泡软了 给它切碎 再加点老抽进去调个颜色 儿子不是很喜欢吃肉 今天的馅料是韭菜鸡蛋加粉丝 加屏幕上这些调料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案板上撒点干面粉 把我们发好的面团取出来 先简单的给它排个气 然后搓成长条 再成面剂子 今天的水煎包不需要用擀面杖了 直接用手给它摊平 馅料当然是包的越多越好吃 就像包饺子一样 两边闭合就可以了 有风口的地方往下 按压一下就好了 全部做好 可以盖上让它醒五分钟 平底锅 预勒刷油 把水煎包放进去 调个面糊水 一碗清水 加一勺小麦淀粉 加一勺面粉 搅拌均匀 倒到锅里面 水量大概刚好没过包子的三分之一醋 盖盖中火 焖到水快没有的时候 开盖倒点油 继续再焖到水干了为止 这个冰花有点微微黄色了 说明下面已经煎好了 300克面粉可以做这样的两锅 豆浆也好了 放点糖就可以了 可以搭配自己做的剁椒酱一起吃 神兽终于归龙了 吃完这个人早饭送到学校 我今天就自由了 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了